聚集的活跃步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清除 我想第一步是这个 总共这个是增加上面的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VBA部分 我这边直接先试个中断点 比如说今天做完之后 我希望在月份上面 现在是确定有把这个名称带过来 有没有 那每个月1月这个月份名称 2月就2月的 3月就3月的 那刚刚是带编号 因为它里面贴过来的东西不是月份 所以我们要change 改变的是原来是编号部分 带过来的话我要把它改成月份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总共我们逐步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一样先把它清除掉 step by step 就是说刚刚是用切来切去的方式 那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不要切来切去 我今天是用VBA来撰写的话 那方法其实就回到我们最早写VBA的阶段 就是说第一个一样 我们在那个城市里面先插入一个 这个地方我先插入一个 就是比如说我叫工作表整 后面加一个VBA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质料 都通通搬到什么第一季里面 那搬的方式我不是切来切去 聚集录制下来会有什么 一月.slate 然后呢什么shits 第一季.slate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是用切的 我是用撰写VBA的话 那我的写法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如果说我要把一月份的全部的 资料搬到第一季的话 基本上写的方法就跟前面类似 就是forI等于什么 等于我如果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资料的话 那就是第一列到哪一列呢 我不知道哪一列 那我可以用侦测的 用rangeA1 这个地方的话我可以A1 然后点它最下面一列 and 最下面的话就是xdown 它的列有一个row的属性 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侦测到 从第一列到最下面一列 enter两下nest 这个我想前面我们都写蛮多的 那蓝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范围有几蓝 我可以用侦测的话 那我用J来表示蓝 forJ等于什么呢 也是一样range 那我不知道总共这个资料表有几蓝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呢 用A1 又不要放A1 对不对 然后用Ctrl向右去侦测 所以点有没有 一样是侦测and的这个属性 刮胡之后的话可以选择什么呢 XL to right 去侦测最右边的那一栏 是第几栏 点什么呢 点column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可以把它当公式来看 因为以后的话 你要侦测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范围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来做 等于1到也是一样嘛 所以列号就知道了 1到最下面一列 最的话是1到最右边一栏 那这样的侦测的话 我就知道说总共有几列几蓝 那一样的话这边有个nest 就一样都是一对的 OK